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宏观大成就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你都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接受 都会产生出来 正常的接受 就是有喜悦 有静光 有这个无念 这一种层次的接受 其他呢 还有很特别的这一种接受 那么我们晓得啊 你这个练气 就会产生一种气动 一般人讲起来啊 一般有很多人都讲是灵动 灵动 其实灵动本身来讲起来也就是气动 气在动 你只要能够定心一念 那么你运气在你身体里面寻回 你就会产生结受 很特殊的 这个是你平时不去感觉 你假如故意要去感觉到这一种结受 是很简单就可以感觉出来 比如啊 你哪一个这个水晶 哪一个三角形的水晶 那么你手伸在这个水晶上面 你会发觉 有一股气往上冲 冲你的手 这个都是很特殊的一种感觉 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境界 你修气 等到你气会移动的时候 一定会有特别的境界会产生出来的 比如我到了这个印度 去旅行的时候 到那个瓦拉拉 恒河旁边 他们在那个佛藏 就是在这个河边 这个当时就把那个尸体 用佛给他烧化 我们乘船 经过那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的接受很强烈 好像你自己的皮肤 去接触到另一层的网 那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 我去碰到另一个磁场 以我的身体 坐在船上 经过那个佛藏场的时候 我碰到另外一个磁场 我说这里的 有另外一个磁场在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人照相 结果照出来 是一个磁场的光 这个就是在 瓦拉拉西 那个时候 我说 我碰到另外一个磁场 你修气 修到某一种境界 你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你感应到另外一个磁场 这个我们称为灵觉 灵的感觉 灵的感觉 这种会产生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凭着灵觉 灵的感觉 你就会产生 另外一个境界产生出来 好像一般人的手伸出来 你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面 便没有压住 只是这样子而已 他的手伸出来 你的手伸过去 用你的感觉感应这只手 他会压下去 他会弹回来 压下去弹回来 压下去弹回来 这一种 这一种感觉 以前有人称这一种感觉 叫做天灵秤 天灵秤 就是测你的灵力有多少 你的手一伸出来 另外有灵力的人的手 用气的感觉 用气的感觉 就可以知道 你的灵力有多少 你的磁场 发出多少力量 还有这种感觉 这个人修行到什么境界 伸手出去 用你的灵节去测 他本来通通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到了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突然间 你发觉有磁场 在那个天有磁场 他的境界已经到了那一个天 有的时候是感觉到热 有的时候感觉到凉 有的感觉到磁性 这个境界会产生出来 这个是秘密 我告诉你 这个是秘密 你把你自己的心放空 修行到你的境界到了 心放空 打坐 有另一个磁场出现在你的头顶上 降到你的身体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灌顶 你境界到了 你会有的 你本尊来了 你会知道 所以这个你自己本身修出气动了以后 你身体有灵节 有灵节 有灵的这种特别特别的感觉 你的两只手 一接触 很安静的放开 各个产生一种磁场出来 两个磁场的波互相接触 你马上就感觉到的 跟对方也是一样啊 跟其他的人一样啊 他身上有磁场 你身上有磁场 所有的佛菩萨都有磁场 包括死气的人都有磁场 你的灵的感觉 你的灵的感觉会特别的灵敏 会特别的灵敏 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境界 当然啊 这个修行的境界越高啊 他可以看光 可以听音 可以踏心通 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你一测 你就知道了 这个特别的这种灵敏 在瓦拉拉西 我碰到另一个磁场 我马上就感应到 因为他碰到我的身体 那个磁器很强的一个圈啊 他那里等于是一个很特大的磁场 那你的船经过那里的时候 你身体去碰到这个磁场 你马上说 哇 这里的磁力很强的 佛战场的磁力很强 难免的 因为你修出你的这种灵结出来的 你会感应到的 我常常讲啊 这个佛菩萨给我加磁啊 给我灌顶啊 今天的这个磁 这个灵力很强啊 这个你不一定要看到佛菩萨的 因为你一打坐啊 马上有一个磁场降下来嘛 进到你身体吧 你自己知道的 这不用看到他 也不容易听到 他跟你讲什么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这种气流 进来 在你身体 二合为一 本尊跟你合一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感应啊 必须要 在这里要强调 而且要跟大家谈 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妈的便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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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很特殊的感应 变得 我妈的既然是 哪有的